眼前的小情侣正在激烈运动 忽然一只如水鸡爪出现在眼前 男人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具尸体 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大概在三天前 观察骨骼 死者应该是50岁左右的男性 通过头骨的特征重建死者面部 成功得到死者的身份 原来死者是一位高中的校长 已婚 曾确诊癌症 深度调查后还发现 死者曾经发布过一些火爆视频 这些视频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也许是有人觊觎了死者的财富 以此杀人 这边探员找到了死者的老婆 想了解死者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 死者的老婆表示 他老公平时是很温和的人 不会有什么仇敌 话音刚落 死者的老婆就被啪啪的打脸了 因为探员在死者的手机里 挖掘到了一条奇怪的视频 视频里 死者偷偷摸摸的给了现役拳王一拳 还在车上对拳王疯狂挑衅 如果说谁有嫌疑 那这位拳王应该会排在第一位 但根据拳王的描述 死者打他这一拳 其实是死者的医院之一 所以他后来也没有对死者追究 另一边 法医发现死者的手指有治疗过的痕迹 应该是打拳王那一拳 把手搞伤了 之后再去的医院包扎 但死者身患癌症怎么会在乎小小伤口 翻出死者的医疗记录后 发现其实有个人一直带着死者治疗 原来这人是死者的学生 一直在替死者做事 探员问他死者有没有得罪过人 学生表示 死者生前曾经举报过一个人 从而导致他入狱 而这个人出狱后 目前攒住在轮胎维修厂 另一边 实验室里的探员发现 死者头骨有放射性的骨折痕迹 说明头部有被重物打击 且通过化验死者的儿时 发现有一种轮胎破裂而产生的化学物质 这说明死者曾经去过轮胎维修厂 两条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 探员很快就找上此人 正当要敲门时 此人抓着根钢管就要抡出来 像极了作案凶器 毫无疑问小妞被逮捕了 审讯室里小妞表示 死者遇害了几天 她都在工作 皆有不在场的证明 而且死者一直对小妞入狱的事情耿耿于怀 一直在想办法补偿她 所以她原谅了死者 另一边 探员们重新检验了死者的头骨 发现伤口并不是由钢管打击造成的 小妞排除了嫌疑 正当案件一头雾水时 探员发现死者修改过自己的遗嘱 关于财产分配 死者一分为二 一部分给老婆 一部分当作补偿送给小妞 未经商量 就把遗产送出去一半 死者老婆很可能会跟死者产生遗产纠葛 这时实验室里的探员发现 死者的残骸里含有昆毒素 也就是披霜 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皮霜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这是由口而入的 探员推测 死者应该是跟老婆的意见相左 因此被下了药 然而面对质疑 死者的老婆并不承认故意下药 还表示自己只是为了给死者治疗癌症才喂的药 为了撕掉死者老婆的面具 探员们重新检测了死者的致命伤口 从击打痕迹来看 似乎是由下至上的伤害 骨头上呈现放射性的痕迹也可以推断 伤口是被多次击打 或者被不规则物体击打造成的 正好另一个探员发现 伤口处藏匿着一些白铜碎片 而白铜可以用来制造硬币 如果是一坨硬币对死者进行击打 那放射性的伤口痕迹似乎也解释得通 这时探员想起死者的学生 经常和死者参加慈善活动 因此可以收集到许多硬币 如果凶手不是死者的老婆 那必然就是死者的学生 果然探员从学生的家中搜到了作案凶器 一个装硬币的袋子 学生就是杀人凶手 原来学生一直为了死者的遗产 才给他忙前忙后 可死者的遗嘱里却没有加上学生的名字 因此学生便杀人血愤 案件到此真相大白 关注我 带你用骨头探索更多精彩